观察地形环境以后 再来开始做 不要急着一进去 在出发之前 部落领导人则是向准备要去 栽除虎头蜂窝的族人叮咛 一定要注意安全 苗栗他安乡马比号部落 9月4号恢复中断有20多年的捕风剂 以集体行动的方式 20多人兵分三路 大家到部落附近的山区 栽除生性凶猛的虎头蜂窝 我们的祖先就是以前有这个文化剂 有这个季节 因为老人家 现在老人家就比较没有在踩了 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 年轻人就比较不会 所以说捕风就是踩 我们的头目 所讲的 所述的 然后跟我们传授的经验 跟我们讲说 要怎么踩 要准备什么东西 然后最主要就是安全第一 个人的安全是第一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文化剂的一个采风剂 之前有捕风的经验吗 没有 那这次为什么要参加 就跟着大家一起啊 想说借这个机会学习一下 由于虎头蜂身性凶猛 毒性强 族人于山区工作若不小心就有可能被攻击的危险 所以过去每到了90月间虎头蜂的活动旺季 部落领导人就会召集族人一起铲除蜂窝来避免危害 而今年之所以要恢复这样的传统 目的也是要训练新一代年轻人的捕风技能 捕风就如同狩猎一样 是部落男人必须要会的一件事情 说不恐惧是骗人的 还是因为有这个传承 这位的部落也是 我已经提了相当大的勇气 所以穿到防护衣 到目前为止全身都安然无恙 对啦 这也是还蛮安全的一个配备 装备 也是不错 我们采收之后 然后妇人就在头目家里这边等 然后等着一个一个把那拥 然后弄起来之后分给各主 分给每个人 然后蜜蜂就是用最传统的就是泡酒 传统上捕捉虎头蜂 其实跟狩猎是一样的道理 部落只能在自己的区域内捕捉虎头蜂 回来之后则是大家一起享用虎头蜂的料理 而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除了传承捕风的技能与文化外 凝聚族人的相经里 也是捕风的重要目的之一 记者NOW 苗栗滩安 采访报道